本土疫情进入高原期 每天上百人死于疫情 送走亲人已经相当悲痛 现在却传出疑似有医生 趁机大转灾难财 死亡证明书写满死者 伤细资料以及死因 但现在却有家属指控 有医师检验遗体后 一口气就要了七千五百元 家属气得把整件事情 偷上网指出奶奶高龄九十四岁 没有确诊在睡梦中过世 在处理后事时 通常只需要十五张的死亡证明 医生却请他们印到二十张以上 还说因为疫情关系 医院规定要收六千五百元起跳 加上死亡证明张树多 要再着收手续费 而知情人士更透露台北这名医生 乱开架早就不是第一次 询者医生诊所地址实际上前询问 但他出面解释当天是认为遗体有疑虑想做PCR采检才加收三千五百元 相验费用三千块加上手续费一千元强调绝对没有乱收钱 整起事件引发讨论后也有网友指出 因为这次是请医生相验才需要费用 如果是法医 勘验遗体家属不必出任何一毛钱 简单来说如果死者是在家中病死或自然死亡 会由一般医生到场进行行证相验 并且着收相关费用 如果是因为意外而死或怀疑死因不单纯 则是会有减少的医生 检查官和法医一起前往进行司法相验 费用通通由法务部负担 有任何疑虑其实都可以在多方询问 才不会在送亲属最后议程时成了原打头 华世新闻 欢迎收到俊慧 专题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世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感谢观看